西上安全带准备出发载客 44岁的陈先生 今年1月正式成为一名计程车司机 原先在知名健身中心担任管理职6年 薪水约36000元 长期动涨 年终更是只有1500元礼券 让他决定转换跑道 收入近是原先的两倍以上 之前在某健身房担任管理职的职务 薪水的话只有大概36000左右 那历年来那个所谓的年终奖金 只有所谓的1500块的礼券 那薪水也不会再涨 那毅然决然就在寻找机会 刚好遇到目前那个 计程车司机的老板娘 跟我分享了说 他们有一套策略 可以让我在时间自由 然后自己跑计程车的方面 可以赚到比之前还要多的收入 那1月份的话 跑下来的话 的确就算一算的话 有跑了大概8万多的薪水 觉得这是还不错 那毅然决然就继续跑下去这样 一直有想要从事线上课程 然后教人家怎么样 硕身减职的方面 那因为之前自己也有实验了一阵子 效果还不错 那我自己又理出一套 一套课程的系统 那可以帮助 年后呢 想要硕身减职的一些朋友呢 可以帮助到他们 年过30的林先生 原本是安清班老师 月薪仅3万多 年终更是只有2000元 在过往人脉学经历助攻下 去年成功跳槽道建设公司旗下培训机构担任课程行销 争取到4万元薪资 瞬间帮自己加薪20% 因为原本工作是在补教业 然后就是工时来讲没有说比较短 然后而且有点像责任制 然后呢 可能辛苦了一整年 想说最后年终应该不错 结果之后领了2000块 然后看到后有点傻眼 说诶 才2000块 一般来讲因为补教业 其实他每个月的收入都还不错 都有固定的进账 就老板也就是看心情 可能最后只给我们个2000块 那后来想说既然年终那么少 那就感觉为公司努力的 感觉没有那么的值得 就觉得跳槽 然后希望让自己来更好的环境 然后后来跳槽到新公司以后呢 因为新公司看中原本有了补教的招生能力 然后加上因为本身有一个学历背景 是老板蛮喜欢的 然后再加上因为本身在社会工作多年 所以对应对进退的能力还不错 所以老板看中这几点的情况下 然后就因此在薪资谈的上面呢 就已经跟前一份工作差了20%以上 所以落差蛮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跳槽是对的 所以等于说选择对的道路比上你努力还重要 准备自学考寿险证照的乌小姐是位三宝妈 先生任职公司结束营业 让乌小姐积极回归职场 做过行政工作发现薪水不负期待 连锁寿司店外场则是体力吃不消 因此想朝寿险业务发展 希望顺利转职成功 之前的话我有做过寿司店 他的薪资大概是四万 但是因为他有时候需要假扮 那要服务业的时间没有办法配合小孩子 那因为像我回到家 可能小朋友都已经睡觉了 那我出门的时候呢 起床的时候其实小朋友都已经去上学 那我觉得这个工作虽然说薪资 普遍来讲算是偏高 但是它不是很符合我的期待 后来我就离职了 那我在找工作的过程中 也是有想要回到之前 可能从事的那个医院的工作 那医院工作的话 也有找我过去面试 但是我觉得薪资不是很理想 那又要轮班 薪资大概是三万块左右 那我觉得不是 也不是那么符合期待 后来我就在朋友的介绍下 我就决定要看看 做一些业务性质的工作 那业务性质的话 就是像是保险公司 或是做房仲的部分 那业务性质的工作的话 它是会给你一个底薪 那如果你有业绩的话 它还会再另外给你一些奖金 我觉得这是 加上它的时间是比较弹性 我觉得这是比较符合我的期待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高达九成一的上班族 有年后转职意向 创近五年新高 更有五成八已经展开行动 其中营造建筑业与传产制造业的上班族 转职意愿最为强烈 而年终发放也是转职的一大考量 其实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今年年后转职上班族意愿高达了九成一 也创下近五年来的新高 那其中有五成八的人是已经在转职的路上了 另外有超过三成的上班族 现在正在骑驴找马 等待好的时机要转换工作 然后另外其实根据我们调查发现 其实今年最想要转换工作的两大产业 分别是传产制造 还有建筑营造业 那其实这两大产业想要转职的理由也不太一样 其中建筑营造业 他们是属于一个往内互打的 往内互转的部分 他们是业内的吸力比较大 比如说因为他们因为缺工的问题 所以会让他们愿意用更高薪的薪水 然后来挖绞其他的同业 那至于传产制造业 则是一个业内的推力比较大 因为去年受到群球景气 比较低迷的情况 还有出口不振的影响 所以很多制造业 可能有放无薪价的问题 甚至年终龄的不太理想的状况之下 会让传产制造业的上班族 萌生了转职的念头 今天根据我们调查发现 有四成一的上班族 宁愿降薪也要转职 而且他们可以接受降薪的幅度 达到了3288元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其实主要是因为可能 他们对于产业的前景 觉得不是很乐观 或者是他认为 这个企业待下去 他没有升迁的机会 没有加薪的机会 因此就会萌生转职的念头 那另一部分 也可能受到了年终的影响 因为其实根据我们调查发现 有领到年终的上班族 跟没有领到年终的上班族 他们在转职的积极度 是有落差的 其中如果没有领到年终的上班族 他们会比有领到的上班族 更积极11% 对多数上班族来说 选择转职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薪资 调查也显示 上班族期待转换跑道 可以增加4894元 但如果是企业想留财 则需付出5495元的代价 记者离习会台北报道